我跟你讲,这一个呢,是我们的八达林老城区的巴萨 如果是以澳门和香港人来讲呢,它就是谁? 该西 里面就买鸡肉,买猪肉啊,买菜啊,买鞋啊,鱼啊,全部在这里面 早上的时候,它一般上是早上开 我们开半夜的 所以下次有机会可以去观观一下,然后去参考这边的这个物价 大家下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吃饭时间,好像要下雨啊,我看到乌银满步 我们今天来到哪里,PJOTOW,就是我们的八达林的老城区 来这边吃什么呢,客家菜,亮豆腐 其实这个亮豆腐呢,在早期呢,Max刚来到基隆坡的时候 我去见他的时候呢,我是要带他去吃那个亮豆腐 不过那个时候没开,所以只吃了那个Gender 还有,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啦,就是没有吃到特别的特色菜 今天呢,我们带Coin来吃 OK?Max要等下吃了,Max下次你来基隆坡来告诉我啦 一年了,一年的时间,一年了,没有吃到哦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今天看的视频 我看到那个Coin放在他的那个小红书的视频 竟然有人留言什么 代替Max,没有代替Max啊,Max还是Max 可是Max最近呢,我们还是很爱Max的 我们爱他的,我们很疼他的 只是现在目前他有家事了 有张母良童了 我疼了,所以他很多时间都待在槟城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培育新秀 对,我们培育新秀 这个是新的Superstar 很有才华 他有做财军节目 财金的节目 还有这个,现在开始做旅游 虽然刚开始做几个月 不过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 挺用心的 不过有一个东西就讲不用做到这么精致 只要每天跟就可以了 不可以,要有要求 或者两天跟一次啊 他比较像我 不要太慢 太慢的话真的 那个人 因为我们的人是看连续剂这样子的心情 所以要火红的话 其实要加把揭 只要荧幕清晰 声音清晰 然后还有字幕 其实简介得意就可以了 你可以马上回去加油 加油啊,我们现在去吃亮豆腐还有天蕾 好好好 我有点担心他没有开 我们没有check 呃,他星期三没有开 星期四会有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跟阿麦一样 你跟阿麦一样 这样子没有这个口福 好,我们过去吧 好的 久了 这个FUGOT应该有整 大概有整五六十年吧 五六十年了 所以你看到还蛮古旧的 看到没有 它里面很多档口 然后前面进来的时候呢 偏门的话 你看到都是印度店 然后这些印度店呢 其实 它有他们的食客 人还蛮多的 哦 这就是印度菜了 印度炸饭 对,印度炸饭 蜘蛛餐 蜘蛛餐 蜘蛛餐,对对对对 其实也蛮多人吃的 蜘蛛餐 是 Oh my god 我都讲哦 真的是哦 跟它没有缘分哦 算了 我第二次带人来吃 没有开啊 好啦 我本来要带他 带快来吃的是这家亮豆腐 所以呢 我觉得快跟Max一样 没有这个印度 都吃不到 不管Max的事 也不管阿快的事 是关你的事 你带人来都是没有开的 是咯 所以没关系啦 无所谓啦 OK 其实这边来讲呢 另外一个不错的是这一间 鸡饭 还有它的那个叉烧烧肉 也是蛮不错的 OK 然后圈堆 圈堆有开 OK啦 走啦 真倒霉 哎 这个灵机亮豆腐哦 每次哦 我来的话呢 他都没有开 两次啊 两次来要开 都是碰到这个问题 证明它跟我没有缘分 OK 所以老板老板娘 不要怪我 OK 我已经来了两次 你都没有开 没关系 我们吃啊 这边有一个也是 奇迹海南鸡饭 或者它的烧拉饭 也是蛮不错的 嗯 我们就试试吃这一家啦 嗯 然后讲到这边的这个千蕾呢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呢 因为它的冰很绵密 它的冰很绵密很幼 而且它的马六甲椰糖是特别的香 OK 甜而不腻 好 前面看到想吃哦 因为美姐和那个快 还去去找食物 然后我必须坐在这个位置 八位 什么叫八位 那毕竟 现在还好 现在还没有到饭点时间 饭点时间人潮就特别多 啊 周六 周日的话 人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你去看哦 你这样子来吃哦 这样子 嗯 嗯 我就超喜欢这家的椰糖 真的 很香很香 很纯的那个椰糖味 哇 太舒服了 哇 赚到了 能够吃到这个就赚到了 真的 刚才我们这次这三杯的话 啊 价钱是十三块半 啊 平均一杯的价钱差不多是 啊 大概四块多 四块半左右吧 对吧 对吧 我们现在的鸡饭来了 OK 你看看它量很少 不过是蛮香的 这是它鸡饭咯 OK 还有配它辣椒 啊 还有它的那个烧辣饭 沙拉 OK 看到没有 这个是油饭 它是用鸡 的那个汤汁 然后加一点姜啊 一点蒜啊 这样煮出来就很香 没有 每家有每家自己的这个特色 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然后尤其是配上这种 灵魂辣椒酱 特别香 快来 现在就 你试试看我们的尖蕾 你 你拍到你吗 没有 我拍到这边我答应 下来 OK 来试试看煎蕾 你还没有搅拌咯 你要稍微搅拌一下 对 还没紧 帮她讲解一下吧 好 OK 谢谢 这就是老板娘 我这次老板娘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 对 对 对 你第一口的这个感觉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成分吗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我觉得我会和你一起吃 让你自己吃 让你吃 等一下 好甜 你要搅拌一下 你下面是比较甜 所以你喝这杯 其实就是椰子 椰子的甜品 还有椰子 椰子 椰子 葉椰 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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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药 椰圆 椰子 我剛剛說是用綠豆粉和白蘭蘭椰 對,白蘭蘭椰 怎麼樣?它的味道? 沒有聽到聲音 這個很脆,它的燒爛很脆 香餅乾 香餅乾,對 來,吃看看你的雞 這個是醬油雞嗎? 醬油雞 其實這個要吃它的白蘭雞或者燒雞 醬油雞本來是第一次 醬油雞我通常沒有吃 我只是吃它的白蘭雞跟燒雞 你試一下我這個湯 嗯 因為麥香好像有點 麥香就比較一般過年 試一下味道怎麼樣 你試一下我這個湯頭 這個是阿三辣薩 阿三辣薩 冰淳比較著名的阿三辣薩 阿三辣薩 跟辣薩不同的 不同的,所以是不是你抓到了 那個叫咖哩辣薩 這個叫做阿三辣薩 阿三辣薩 你拿你的羹來試一下 你要感覺到湯頭是用什麼配料做成的阿 他又拿你的羹來 因為我這裏呢 這個叫做蝦醬 蝦糕 阿這個叫蝦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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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要知道他的味道真的是很濃很濃厚的阿 你不要不要想成是我們的華人的吃的東西阿 他就是很另類的那種 你就跟他想成像東漾類似這樣子很奇特這樣的味道 對 這個你第一口第二口喔 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吃也是 我吃了好幾次喔 我才接受他的 不是每個人容易接受的味道 這個是蝦糕豆腐是不是 對 蝦糕豆腐 蝦糕糕的 嗯 還有餅 大辣菜 有黃瓜 嗯 嗯 我們這個蝦糕醬 跟著要花生水 花生水 對 有點酸 酸甜 酸甜 對 嗯 我吃一個這個 真的 它超多脆的 對 然後它的那個 我看到這個薄餅賣相是不錯的 你吃它一下 真的 來 大大口 吞下去 我還有粽子喔 嗯 還有粽子 哦 你還沒有吞下去喔 吞下去 嗯 這個是我們叫做那個薄餅 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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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叫餅皮薄薄餅 這是豆腐 露家豆腐 露家豆腐 其實是叫做露家豆腐來的 然後這個薄餅呢 我們有兩種 一種是沒有炸的 一個是炸的 這個是沒有炸的 你可以試試看一下 好的 大家先吃一個薄餅 你已經入香隨熟了 終於用手了 但是呢 是 我們華人就沒有計較了 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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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薄餅呢 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鹹牛油 當然有些粉絲 有些芽菜 一大口吞下去 對 它味道很豐富 嗯 有酸 有甜 有辣嗎 沒有沒有辣 沒有辣 就酸甜啊 沒有苦 對就是沒有苦 就是 每天咬就行 不要成親 沒有 如果跟澳門講 澳門有什麼食物 跟它比較相像的有沒有 等一下 要類似春菌啊 像春菌的作品 對 因為我們直接炸它 好 現在你要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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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整個拿起來 對 路加豆 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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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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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試試看一下 它味道也是很豐富的 是你曾經沒有吃過的 嗯 怎麼樣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酸 酸 還有鮮味 對 它是用蝦醬做成的 哦 你可能第一次吃你沒有吃過 你會奇怪 慢慢吃你會喜歡上茶 你會上癮的 這個味道就是 沒有吃過 但是我喜歡那個 豆腐 豆腐 好脆啊 現在我吃它的春節 薄餅 薄餅薄餅 薄餅 它是一層薄薄的麵粉餅 然後裡面有沙葛 還有一些 豆芽 還有一些脆脆的那些配料 試試看一下 其實吃這個我比較喜歡配辣椒 因為辣椒會更香 所以我看我這邊有辣椒 這個是剛才有吃燒辣飯的辣椒 不一樣的 沒關係 我喜歡 試試看一下 哦 好滿足 如果沒有放辣椒的話 你會知道它的豆腐的味道 如果剛才我沾了這個辣椒 我覺得 它辣椒的味道 然後它混合在一起 反正我覺得我喜歡 就是補藻味 藻精華的食物 好 看看下 它就是那種 無法形容這個口味 它就是那種 沒有 就是那種 阿薩拉薩的腥味比較重的那一種 腥味比較重的那一種 腥味比較重的那一種 呃 這個呢 就比較不大適合我啦 不過有些人他喜歡吃這種腥味比較重的話 我覺得他們會喜歡這一種 好 就是很古早味啦 我就能夠講就是古早味的拉薩 就是沒有沒有多加修飾的那一種 好 我會吃完它的 好 我會吃完它的 哪一個食物你覺得不大適合你的口味 我今天都不適合 我現在都是 嗯 嗯 該死 該死有的吃不吃 哈哈哈哈 沒辦法 美姐 越來越 嘴巴越來越 腰菜過一格 因為我要從 我現在要從 吃貨變成食材 所以它已經提升了它的level 我覺得還好啦 只是今天是 其實主要是要吃的東西沒有吃到是 有點小遺憾 有點小遺憾 都是很奇怪啦 都怪美姐啦 瘋狂嘴 哈哈哈哈 哇我是哦 明明是你哦 帶誰來都沒有開的 哈哈哈哈 就證明是 當天是不要摸摸它對不對 哈哈 不要不要我們拍它 所以每次都沒有拍到 啊 不知道是千蕾是還是有啦 千蕾其實這次吃了過後 嗯 我覺得發食水質還是飽吃啦 嗯 OK 就是 一樣 沒有什麼變的 而且它的那個 馬力甲椰它蠻香的 OK 我們的快你第一次喝這個 千蕾你什麼 啊 心得 就是我覺得 這自己是挺喜歡的 就是 第一口喝進去的時候就會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有椰醬啊 有 椰糖 椰糖 玉米啊 而且我點的是有個紅豆 然後它們那個 本來的那個 原味的 Gentle 對 就是一口的時候就把它們吸進去 很不錯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是甜了一點 對我自己來講 對 對 對 因為他們是做馬來西亞的人的這個 口味 也都是吃本地客嘛 嗯 所以對一些 好像 香港台灣中國來的朋友 很多都會吃不慣 欸 不過奇怪喔 嗯 那個韓國人跟日本人是OK的喔 OK 他們可以接受這樣子甜度的 基本上 我看了很多這些 日本韓國的伯客 他們對我們馬來西亞的甜度 他們是可以認可的 嗯 不過就是奇怪就是 香港台灣中國很多人都吃不慣這種甜味 可能沒這麼種口味 哈哈